《加拿大風情》主持 加拿大華人企業家陳若去Pius 資深理財顧問宋浩輝 嗨 歡迎大家來到《加拿大風情》 今天和我們一起做節目的就有我Albert Wong 和Pius Chen 和Norman Sun 我們三個都老拍檔 今天過去兩個禮拜 很多大事 或者我們今天可以比較冷靜一點去看看問題 有幾個很大的事情 尤其是這兩個禮拜 在加拿大的國家層面來講 都有經濟上的有幾樣東西 都幾算大的事情宣佈 或者我們上半場就先講一下這些東西 然後下半場我們就當然做一個回顧一下 B.C.散選 結果呢 最後結果還沒有出來的 但是所謂Initial Count 初步的結果就出來了 很多的敵質我們要談和直接討論的地方 我們先講經濟 那麼Norman 上個星期 就好像我們估計 就是聯邦這個加拿大銀行 就減息百分之零 百分之零 50個basis point 百分之零 百分之零 好像市場的反應因為是預期 反應都不是說真的特別熱烈 當然對大家都歡迎 但是因為經濟的問題 大家都在擔心這件事究竟 夠不夠到加拿大的經濟的疲弱呢 當然根據這樣的想法 大家就會去估計一下 11月12月聯邦政府是否繼續減呢 如果是繼續減 今次會不會又好像今次那樣 減這個50個百分點呢 還是好像以前最初的估計 只是減25個basis point 或者0.25%呢 利息就一定要減 而且有些人甚至說到減得太慢 減得太少了 那你怎麼看呢 和我們說話 其實病人已經病到手術成功 但是病人已經進入昏迷 那你太遲減息了 大哥 你應該6月的時候要減的了 變成有些公司受不了 已經在Bankroup了 變成有些也不敢再聘請人 所以你那個失業率呢 是去到6.6% 那現在好一點 去到6.5% 但是呢 那個問題呢 就是經濟呢 都是呆滯 因為你減息減得太少 那現在呢 很多人的錢呢 已經是被那個高的利息呢 已經是塞進去 那譬如以前人家做的那些 wearable way 那些 mortgage 那些 現在是在捱很困難的 那公司來說 做生育又是在給很高的利息 所以變成市場上呢 是很多錢呢 是被這個利息裡面塞進去 那所以變成是要減息 是要減零例一些 那之前我也說了 白年底的錢呢 那個Bankroup應該是減到4% 那現在不止了 現在去到3.75% 那變成來講呢 在12月來說呢 應該也會減多一次 那這次也會是0.25% 那如果接下來的數據更差呢 真的可能是0.5% 那變成來講呢 那個經濟呢 你看得到 是他現在 聯邦政府還要減那個 是permanent resident 的數字 那你見到那個情況 就是呢 他很擔心呢 就是你越來越多人來的時候呢 那個 找工人越來越多的時候 那個失業率呢 是下不下去的話呢 是維持一個高位呢 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也都開始會有人拿EI 也是這樣做的 那所以變成那個利息呢 是接下來呢 都是會進入減息的週期 會繼續減下去的 那那個步伐的問題而已 那但是你看到那個房地產市場 還是沒有氣息住 當然了 因為你要減多一些 那個市場 才會有反應 譬如你房地產市場來說呢 起碼都要減多1% 那你才會見到那個明顯一點的反彈 那變成了你首先呢 就是一些實質的用家 那就由給很高的租 開始進入買價的市場 那但是投資者那些呢 我想要等一段時間了 因為他們可能已經是經歷了一個比較困難的時間 還有這個價錢都比較貴的 那所以呢 要等一段時間呢 才會看到呢 投資者也會進入市場了 那你怎麼看呢 我看過一個文章呢 就是訪問兩個商業地產的分析和行政人員呢 他們就說 現在減了130個basis point 是不夠的 就是125 起碼要減三厘 兩厘半到三厘息呢 才可以帶起到 商業地產的那個行程 那就是說 好像剛才Norman說的呢 還要起碼要減多一厘半 然後才對商業地產有起色 那這個就是從商業的觀念來看 你怎麼看呢 譬如你從 無論從做生意和做地產的觀點來看 你自己的期望就說 第一 要減多少才覺得有效 第二 要減多少才有效 第二 要減多少才有效 就是 我看呢 減息當然對開發商有幫助 因為你所有的土地的囤積啊 政府的申請等待的時段 你全部都是有一個 interest bearing 的投資來的 那這些投資 當你利息高的時候呢 那你將來 起完了的產品之後呢 你賣價是 因為你的成本是利息在那裡增加了 然後你賣價 商業提高 那這個就是變成呢 會不會難賣了 或者是可負擔人少了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呢 就是 本身就是為什麼有一些中小型的開發商 等來等去 等到 那個利息不下的時候呢 它就買不起 結果被人forclose 就是被人 將那些投資的那些項目啊 那些要接管 因為它還不起利息 還不起供款 還有另外呢 就是因為利息高的時候呢 很多放貸的那些金主呢 在某個程度那裡呢 就是會收緊人根 就是call back loan 譬如到期它不跟你renew 或者你多給百分之幾多下去 它才剩下那些可以繼續借貸給你 那會造成一個壓力 那所以我在一個開發商 或者是一個拿著這些錢去做投資 但是在利息那裡有減低的情況之下呢 是歡迎這個情況的 但是 究竟這個東西是會不會減息 帶動了一個市場的反應的接受 是大家都封了出來去投進去的房地產市場 這個就真的不知道 那些人可能 在這個情況之下還是有一個顧慮 就是加拿大那些東西都是比較慢熱一點 就不像亞洲或者美國那些呢 是比較有些冒險的精神 一看到那些動向就開始動動 我們這裡都是慢熱的 要等一會 才會看到在市場起到慢慢起 那我才會投進去的 那所以 現在我還是觀望態度 那有些項目剛剛可能明年 或者今年年底明年初 完成可以推出市場 那到時可以做一個視點 就是說今年究竟 市場會不會是 慶望回 那 那 只望如果是明年利息再降低 那 那 希望那個需求和供求那裡 又會刺激在房地產市場 那做生意那裡呢 其實我覺得是好看的 聯邦政府和省政府的稅務政策的 有時候就是你 減了利息 但是它加回你的 就是 開捐集稅 你對那個營商的環境 可能未必是這麼理想 那所以你究竟有沒有機會去 發展那些商業那裡呢 就有很多因素的 還有美國大宣 會不會都是令到加拿大的經濟 是有某些程度的影響的 那美國 我想美國的影響當然有 因為 我們上個禮拜都講過 上兩個禮拜都講過 那 沒有人和我們分析過 就是 就是美國的債券市場 對我們那個房貸的利率都有影響 那 我想再給多一個 就是一個資料出來 讓阿Norman和我們分析一下 就是如果我們看8月9月那個消費的 所謂的retail sales的數字 8月的實際數字和9月的估計 都是很疲弱的 那個數字都是很 有下跌 還有就算9月覺得有上升的話 都是上升得很少 那就是證明好像你剛才說 大部分的人 使用錢都不是很捨得 所以就令到經濟這麼低 那所以 政府其實都很心急 就是如果 除了賣我Canada之外 政府都很心急 將這個 這個經濟帶動 Norman 除了減低這個利率之外 你覺得聯邦政府還有什麼 殺手劍可以拿出來 去幫我經濟一把 那如果真的是 我是找那個政府的話 應該現在就投入在技術那裡 應該在科技那裡 為什麼加拿大和美國現在生產這麼遠 就因為你美國來說 在科技那方面 是帶動了整個經濟上去 加拿大是很被動的 變成了在加拿大來說 其實一定要政府帶頭 因為一般的人 是不敢動用他們的錢 有錢的人都不敢動用他們的錢 投入一些科創 研創的科技那方面 因為風險很高 那這些一定要政府帶頭 現在一定要做多些在這方面 才能夠帶動到 在有關的行業 在那些科技那方面 發展 然後帶動其他申請的行業 去帶動那個市場 那不可以每次靠別人帶錢進來 在那裡花錢 不夠 所以變成這方面是需要做的 那另外來說 那其實美國的經濟現在不錯 其實都帶動幫到加拿大的 那你變成加拿大 加拿大這個情況 就是接下來 應該都是一個減稅的周期 而且還是要減下去的話 那以加拿幣來說 就應該是走弱的 那這個也有助加拿大資源的出口 那這個也包括了油 也包括了其他方面 那它的出口也有幫助 但是接下來美國的選舉 都會有些影響的 比如現在看上去 美國的10年的債券 就都是有些高 就差不多是4.2%左右 那我覺得4%比較合理一些 那如果現在出現10年的債券 是4.2%多 可能市場是price in 有可能是特朗普會贏到總統 那現在來說 那市場就增加了uncertainty 那如果特朗普做總統的話 都會影響加拿大的 因為它會比較保護主要高一點 所以這個會帶來一些不明朗的因素 也都會影響到我們加拿大的出口方面 那所以這方面 每個市場 都有不少的困難的消息在加拿大的 那如果我們來講 這個政府面對的問題就是 那個cost of living 太高了 那些人投訴 那這個也會影響到 下年的聯邦大選 那所以它舉例 它現在就要減移民的 那些人投訴 就是還有一個人投訴 那些人投訴 那這方面呢 也有負面反應 也會影響到 那個GDP的增長 那這個也會 你少少人進來的話 也會影響到那個GDP的增長 也可能會因此放慢了去 但是我們的行長 如果看著通脹的話 通脹已經下降到低了2% 它也有一個目標 就是GDP 它的GDP的目標 今年是1.5% 下年是2.1% 那就是說 如果下年達不到2.1%的目標的話 會繼續減少一些利息 我們移民的部分 我們在下一節詳細講一下 因為那個移民的不是除了經濟 我想對其他社會 民生方面的影響都可能會有影響 所以我們會比較擴大一點 但是我們在下一節未講之前 我想問一下 譬如聯邦政府 其實他們有一個心急 當然除了經濟之外 當然是選情的問題 很多人都估計聯邦政府很快就可能要大選 如果大選的話 現在執政黨的形勢這麼不好 可能執政黨要出一些狠招 然後才可能幫它返回 這個不是很好的局勢 如果政府想出招 就是希望 第一件事就是減息 讓經濟搞得好一點 另一方面就是派錢 派錢就是直接派 還是間接派 直接派就減稅 間接派就是增加公共開支 是吧 就是蓋橋 蓋路 蓋什麼 蓋什麼 蓋多些錢進去 那個經濟裡面 讓市房多些人工作 那就是大王的市 比如說 政府可以放很多錢進去 蓋很多公屋 比如說這個是一個 又可以解決房屋的問題 也都可以解決這個經濟的問題 長遠來說 但蓋房的問題就要長了幾年了 它未必能等得到 你覺得這些方法有沒有用呢? Pilas可以說 政府是否可以在短期之內用這些方法 去搞旺些市場 經濟那麼糟糕 當然可以 你肯花錢在建築屋域那方面 就好像以前香港發展衛星城市那樣 你一定是由政府出錢的 除了蓋房子之外 你還要蓋了一個基建 比如你現在開始在搞那些由Lenny 去SERRY 那你要搞多些這方面 建立多些城市 那些人自然就會dispers 走去遠的地方住 那就可以慢慢的舒緩了那個緊張程度 我想聯邦政府競選最大的困難就是 人生的問題 究竟它能否令到一個加拿大人平均 跟幾年前比較 它究竟的生活質量是否可以保持得到 那麼歡愉呢 因為很多新出來打工的 適合畢業的年輕夫婦 兩個人賺份很高 當每個人都賺到6、7萬一年的收入 加上有15、6萬 都是覺得生活比較艱難 就是很多他們想做的事 譬如你一供了樓 基本上你沒有什麼淺情去做其他事情 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麼高身 這麼好的 有惡色的雙方出來找到一份好工 都生活得這麼艱難 跟十年前以前 或者十幾年前比 根本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就是以前可能一份好工就可以足夠 所以現在就負擔了一個公園 一個公園 一個公園 但是現在你沒有兩個人出來一起做事 基本上你的除稅收入 剩下的剩下 沒有多少剩下 支援這個家庭 在這個情況之下 究竟怎樣解決這件事呢 現在在大城市 很多年輕人都已經在道 就是說 如果政府的環境繼續這樣去 其實他們都生活得比較辛苦 都家屋 現在都整個 房間那些都是五千七元 加上一些集費 什麼費 那些 就是你一個人 賺六萬元 可能你都維持不到一個 兩個人的生活的家庭 還要養小孩 還要養小孩 不是養小孩 小孩 很難說 是啊 小孩 可大可小的 小孩 就是變了 真的這個情況 更加困難 其實現在很多養小孩 都是要靠上一輩的 就是做父母 那些人來幫幫忙 就是不用經常扔掉那些貴價的daycare 他們才有時間出去做事 或者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回來就講一下 就是政府對你剛才所講的這些問題的一些反應 它的反應就是 表彰在移民政策的改變 就是繞個框 走回頭腦的問題 OK 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回來繼續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 等著大家 出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連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